里面有几个数字 以前怎么算 但用看的嘛 太累了 所以最好的方法 有没有放这里 插入函数的时候 找到统计 统计 统计里面的count 各位可以看到 count count a count blank count if 刚好全部接在一起 count什么意思呢 计算范围中 包含 什么呢 数字 OK 也就是说 这个count 只会算数字 OK 所以如果里面是放的文字 即便是那个看起来是数字 但是里面放文字 它也不算 比如说0开头的 001 它会当文字 也不算 OK 好 第一个 所以如果我想知道说 这个范围里面 有多少个数字 按确定 回来就知道了 我是三个 那如果我想知道说 这个范围里面 有几个空白 空白 很简单 一样 超软数统计里面 counts里面 有没有 counts blank 空白的 所以以后 你想要知道 这个范围的空白 OK 选起来 七个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 这个范围里面 有多少不是空白 也就是有资料的 一样嘛 counts里面 有没有叫 counts的A 多个A 非空白储存格的数目 所以counts是算数字 countsA是算有资料的 OK 按确定 但你可以有很多个范围 OK 那我们用这个范围来看一下 里面五十九个 那也就是说 这里面有七个是空白的 五十九个是 那个 那五十三个是数字 也就是有六个 就是不是数字 也不是数字 数字以外的资料 OK 好 这个是counts counts blank countsA OK 再来的话counts if counts if什么 如果是男生的 几个 如果是女生的几个 A 这个时候的话 那你要这样 从头算 不如用什么 统计里面 counts if 那counts if 比那个sambief 简单一点 为什么 因为只有两个格子 那sambief多一个 最后要加种 它不是加种 它是几个 所以是个数 OK range 这个地方的话是条件 所以男女的这个范围 criteria 男生 输入男或者点这个 按确定 四个 女生的话呢 其实把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 OK 把这个条件 改成女生 女生有几个呢 三个 所以应该总共七个 没错了 OK 好 再来的话呢 销售额 大于五万的 有几个 这边 OK 那也是一样 用 最近使用过的 counts if range 其实 这个就不用犹豫了 一定是判断的 那个范围 quiteria 大于 五万 OK 他会自动帮我加双以后 我看确定 有三个 好 这个部分的话是count if count count if 那请各位利用count 跟count if 去把刚刚那个乐透彩 这个地方 做出 几率出来 几率呢 只需要用 两个函数 一个 count if 一幅什么呢 一号 另外呢 101年 总共出现过几次的 几个数字 所以这个地方怎么算几率 OK 所以是出现的次数 除以总共的次数 就是它的几率了 那这个地方 我的习惯是这样 范围 从第二 这个是一次 对 追也算 一直到底下 所以control shift向下 把这个范围全部选 为什么呢 因为 等一下要切过来 我觉得比较不方 我习惯用那个什么 名称 这个范围 我们可以用公式里面的定义名称 给它一个名称 或者是说 我叫做开奖91好了 开奖91年 OK 那这个范围 就会叫做什么 开奖91 自这个范围 OK 好 另外第二个是 这个先复制一下 为什么 因为 等一下 9 不是91 应该是101 好 那特别注意 102 也是一样 control shift向下 这个范围 特别注意 公式定义名称之外 另外有第二个方法 这个框框里面 直接输入开奖 102 enter 这个范围呢 也被叫做 有没有 哪个方法快 好像感觉 直接从什么 从这边比较快 以后 我们就可以用F3 去把这个名称 带出来 来指向这个范围 这样会比较简单的 我的习惯是这样 因为 如果你这样要选来选去 容易选错 反而按F3 那怎么做统计 给各位看统计 这个 1号出现几次 很简单 操入函数 用count if 最近使用过的好了 count if range 下转 本来是要切过去再选 对不对 这个就不用F3 开奖101 这样感觉会比较OK 因为这样的方式比较像资料库 资料库里面也是这样按下去 就直到那个嘛 按就不用再去选 因为选有时候拉来拉去 有时候拉错了 而且出来的那一串又很长一串 感觉看起来不舒服 所以我蛮建议以后你的范围 通通给一个名称 然后quartiria 就是1号 出现17次 确定 2号出现几次 连两下我就都知道了 但是我要的不是次数 我要的是几率哦 所以呢 第二个除以什么 总 那个范围里面 总共有几个数字 总共开出几号 全部 那用哪一个呢 其实就我们刚刚用过嘛 抗扯 其实用抗扯也可以啦 不过比较精确应该用抗扯 因为抗扯是数字 抗扯 什么范围 F3 开响101 有没有 在这个范围里面 你帮我算一下 里面有几个号码 693 为什么693呢 因为一次开几个号码 7个 总共有几期呢 99期 OK 就693 当然你将来你也可以用这个来算啦 不过我好像用这个会比较OK一点 抗扯这个范围里面 好 这个时候的话按确定 几率就算出来了 那102你怎么算呢 很简单嘛 你就把这个 复制起来 复制起来 取消 因为它名称 只差一个字 所以怎么样 102 102 按打勾 算好了 有没有很简单 所以 这个方法我觉得还蛮OK的 而且感觉公式很清爽 本来很复杂的东西 一下变简单了 一看一目了然 OK 好 合计的话 就是把它等于 这个 加 这个 总共几率是这么高 哪一个排名第一呢 用什么 应该用rank嘛 统计里面 R开头的rank 有没有 rank 那就是 这个 在 这个范围里面 当然这个你也可以 给一个名称 然后把它锁起来 好 按确定 点亮下 第一名就找到了 这个 OK 30号 第二名呢 就 21号 第三名 这个 不过你会发现 感觉好像不清楚 有没有 他这样 因为我等一下要签 七个号码 所以 请你给我 七个号码 而且要 很清楚的 常用里面的 设定格式化 这个帮他们教我 设定格式化条件 新增的规则 如果里面的值 小于等于 七 七也包括 因为我等一下签 是不是这样啊 七个号码 对 然后 小于 小于等于七 有没有 所以是 出现几率 签七个 告诉我 我等一下就去楼下 有一签 就可以去签一下 随便就中了 OK 色彩的话就是 红色的 出底好了 那底色要不要 底色来个 黄色的好了 这样最清楚 好 这样好不好 够清楚了 确定一下 这七个号码 就一目了然 所以这几个号码 应该懂我在做什么 所以 这些技巧 就用刚刚的方法 没有多的 有没有 但是里面可能 我觉得比较重要 是这个 开奖101 开奖101跟102 这一招真的 一定值得学 因为这个观念 跟资料库 是相通的 对照表 直接码 而且以后 V-RU函数 也可以这样用 尤其V-RU函数 V-RU函数 尽量也是用这个方法 马上可以抓到 对照表 资料自动抓过来 也很清楚啊 而且名称 我们都看得懂 OK 好 那这个地方 就请各位试试看 应该这个 没有太多复杂的东西 就会把它加起来 排名 可能会有问题的 应该就是 设定格式化条件 记得把这个范围 选起来 利用那个 这个 新政规则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一下哦 各位应该也可以从那个 这个乐透彩的那个历史资料 或者是说它的什么开奖号码 这边好像有一个叫 大乐透的开奖号码查询 我发现这个网站做的还蛮完整的 它就从每一期 每一期开奖 从最42页 最前面从那个2004年1月5号 开出来号码 然后一直开到最近的所有号码 那当然如果你要统计 假设啦 如果你要统计的话 也用什么方式 可以很快的帮你统计出一个 哪一个号码开出来的几率最高 甚至我发现网络上 还蛮多人直接怎么样 把那个 这个乐透彩每一期的 稍微做整理 比如说哪一期开奖号码 然后中奖多少钱 第一奖到赌奖 然后里面这些 好像全部都整理得清清楚楚的 其实这个大家也可以拿来参考 那也利用这个方式的话 其实很快 顺便可以讲一下 如果我今天希望 在eSail里面也可以 自动去抓网页上面的资料 其实如果你不会抓网路上面资料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用录制的啦 如果假设你这边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把那个资料 放到哪里 放到eSail里面 做后续的处理 当你一个一个抓太慢了 那你会发现回圈 按下去自动全部放进去 那那个也许你不会写 如何下载不会 你可以从开一个新的网页 然后从哪边呢 从外部 资料里面这边有个什么 从web 不知道各位没用过这个功能 从web的意思是说 可以从网路上面去捞资料 也就是网路上面资料 通通都可以捞得下来 基本上 不过少数会有一些状况 会有没办法下载的问题 但那可以见招拆招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把那个资料 下载下来的话 那我可以从web 然后问你说 那个网址在哪里 比如说那个网址 就假设这个好了 我就从第一页 那你会发现 它是用ASP写的 后面的话有个问号 表示它传递一个参数 叫index等于1 那这个数字 你会发现 它是1就第一页 2就第二页 也就利用这样的方式 那你也可以 以后如果你懂得写VVA 你可以 for i 等于1到42 它也可以一直往下 自动去 把这边有42页 一口气 全部都变成一个esale 全部落下来 但是这个可能要想一想看 有点难度 但是非常有趣 以后的话 网路上的资料 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全部一下就全部下来了 那你要做的事情 甚至它可以全部按下去 把所有的统计之料都做完了 如果这个地方的话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玩玩看 那这个地方 你可以把它复制一下 如果有一些功能不会起 我讲过了 你可以用什么 录制聚齐的 然后呢 你可以先彩排过 比如把它贴上 这个网址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 就按一个到 那它有一些 有一些错误讯息 有一些 要不要直接 因为它这个背后 是用IE浏览器去抓的 所以呢 你就把这个 这个先贴上 贴上 按一个到 那抓的诀窍 特别注意哦 你这等于就是把IE浏览器放在这边 那你要告诉它说 哪一个table 哪一个表格 是你要的哦 所以你会发现哦 它里面有很多很多这个箭头 那其中有一个是这一个 我不知道是第几个啦 不过你录制的时候 它会出现有个参数叫web table 网页上的哪一个table 你要抓下来 那那个数字其实是可以变动的 也就是说 你一个网页里面有两个以上的 这个table 你也可以 第三个豆点 第四个 它也可以一次帮你下载好几个 那个表格 然后 汇录的时候 它会问你 汇录到哪里 按确定 它就帮你把这个表格 从网路上捞下来了 有没有 那一个可以 第二个怎么办 其实 你就录下来之后 你就可以知道 那个规则 然后跑个回圈 自动怎么样 帮你把这个都写到这边 所以最好是按下去 全部都下来了 我这个有时间在 有兴趣的同学自己再玩玩看 好了 不过 下载下来的东西还有个问题 这个 怎么样 它是在 应该要在 六个格子里面 可是它却在同个格子 那怎么办呢 嗯 其实很简单嘛 用什么方法最快 第一个判断 它中间分格符号 大概就是什么 空白吧 或逗点 不过有的有逗点 有的没逗点 空白应该是它的 有没有 这个应该只有空白 所以空白应该是它的那个 最大的 公因数 就是最有可能的分格符号 那我们可以再接下来 用什么 用那个 资料里面 不知道各位有用过资料剖析 诶 资料剖析 就很好 感触序格向下 把这个先选起来 资料剖析 分格符号 下一步 空格 有没有 下一步 最后特别注意 我把它放到哪里 备注不要用 所以把这个 放到备注这边 也就是说 切完之后的东西放在这边 按完成 要不要取代备注 要了 把它取代 因为备注没用 再把什么 逗点不要的 这个 跟这个 这个 删除栏 删除完之后的话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 所以这几栏 有没有 这几栏 你可以怎么样 把它 那个 让它 宽度 你可以用常用里面这边的 那个 格式里面自动调的栏宽 然后再把这个范围的知道 把它 这个 大家都知道号码 你就直接在这边 直接把这几栏 解下 再把它怎么样 把这几栏 放到这个的前面 然后 这个名称 复制一下 放到这里 然后这边的话 把它跨栏置中一下 这一栏就这样 删掉了 OK 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有 我们前置的 七个号码 那后面的东西 也是一样可以很快产生 不过 如果想要练功的同学 回去想想看 有没有方法 就是说 我按一个按钮 自动从网路上 全部帮我捞下来 自动全部帮我处理完毕 自动帮我分析 之前的结果 包含就是 几率哪个最高 好 然后前七名是哪七个号码 好 那感觉就很棒 因为它就 全部通通 一键就 就 全部完成了 感觉还蛮好的 不过怎么做 有点难度 做不做得出来 绝对做得出来 只是我这个还没做过 所以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难题 好 大概有这个方向给各位 所以这个题目 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找找看 这个叫 历年来大乐透开奖号码 你大概就记这个关键字 那它有42页 里面的话就是这个 1到42 你可以跑个回圈 还蛮有趣的 不过这个是一个 还蛮的 蛮难的一个题目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就是 额外 因为剩下一点时间 再给各位一个 简单的题目 这个题目的话 跳到外面去 这个也是之前同学问过 一个题目 就是云端白板里面 会有一个其他补充范例 这个其他补充范例里面 在入门里面 有一个叫黑名单筛选的 第二个 这个应该没讲过吧 他这个同学就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 老师我每天 再把它下载下来 我每天的工作 就是要在 几十万笔的 黑名单里面 去找寻 他可能一天里面 他也会有几千笔 记录里面呢 到底有没有 是在黑名单里面有的 所以他分成怎么样 你们把它下载下来之后 第一 这个页面 中间这个页面是 他们公司 列为黑名单的 这个是要查的 查到的结果放哪里 查询结果 所以这个逻辑应该很简单吧 中间是黑名单 前面这个是要查的 查出来的结果 帮我放到这边来 那方法很多啦 有用比对的 不过太久了 一个一个比啦 因为这里面总共 他只有给我部分 大概 两万两千两百多笔 要查多少 查五千多个 所以如果你一个一个 逐格比对的话 哇 那他比非常的久 大概要比 两万多乘上五千多啦 比太久了 所以 第一个我这边有 刮胡太久了 那如果用函数的话 有没有什么函数 有嘛 就 其实用什么函数最快呢 其实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用什么 康义符做就可以了 为什么 因为你用康义符 如果说这个 他查黑名单里面 有出现至少一次的话 那表示他一定就是黑名单 如果零个的话 表示什么 他没有在黑名单里面出现过 那表示他这个 就是安全的Email 查完之后呢 你再把它call到查询结果来 不就好了 所以做法上一 第一 第一个 请各位把 这个范围 哪个范围呢 这一整个啦 给他一个名称 所以continue 向下 公式里面 从选举范围建立 顶端列 因为顶端列是黑 黑名单的名称 帮我建一个名称 叫黑名单 在名称观点里面 就有黑名单了 第二个 就是查询名单里面呢 放在B2 插入函数里面呢 用什么 conif 在统计里面 的conif 然后呢 做什么呢 range f3 请你在黑名单里面 帮我找什么 这个东西 有没有出现 有 又一次 表示这个是黑名单 是吗 那底下怎么做 点两下 但是呢 他会 卡一下下 为什么 因为他会 向下填满的时候呢 会全部 一个 比对看看 算几次 所以 点下去 你会发现 他大概会停个 一两秒钟吧 才会 算出最后结果 那你会发现 这几个 是不是黑名单 是 这几个 不是 那 我们怎么样把 最后的结果 放到查询结果里面 其实非常简单 最后 要不你就怎么 排序一下 要不 你就是用什么 资料里面有一个功能 叫做筛选 应该给我用过吧 筛选里面的话 你可以把 1 的部分 显示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 筛选完之后 这一些 就是我们要的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怎么 Ctrl Shift 向下 Ctrl C 再 查询结果的地方 把它怎么 贴上 你的工作就做完了 好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 当然还是用什么 用这个 Count If 来做 最后记得把筛选 再 取消掉 就 恢复了 那 如果说你将来 要把 刚刚的动作 变成 一个 VBA的按钮 的话 就怎么样 有些不会做的 你就录制聚集 你会做的 就写VBA 把它串在一起 以后的话 就可以达到什么 也许这本来没有 但我们最后是 这个地方按下去 自动就帮你把东西扣过来了 那怎么做 我想你们先试试看 这个是额外补充的一个范例 本来很麻烦查询的 尤其大量资料 这个时候呢 就变简单一些些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个范例记得 我是放在那个 在哪里呢 放在外 你要记得点到外面去 然后再到那个 跑掉了 就是在外面 那个其他补充范例里面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所以这边的话 有两个 一个是 大乐透历年来的 开奖资料 如果有兴趣同学 对啦 但最好大家就是 把我们今天所教的 配合 从网路上捞资料 然后自动呢 把资料先做完之后 再分析出前七名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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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率最高 几个 从2004年 一直到现在为止 哪一个号码 出现几率最高 好 还是你就会有答案 但是 做法 不会写的先录制巨集 OK 试试看好了 另外就是有一个那个 黑名单筛选 我是放在云端白板里面的那个 其他补充範例 入门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个黑名单筛选 那範例档 就在那个地方 试试看哦 我们来看一下乐透彩 中奖几率 这一个部分 要怎么去统计它 那中奖几率 特别注意 因为我将来 我会需要 插入函数的时候 用到 刚刚用过那个 COUNIF 那COUNIF呢 特别注意就是 它会需要 告诉我两个资料 两个讯息 两个参数 一个参数是范围 一个参数是条件 那这个条件 基本上就是这个号码 在某个范围出现过 那这个范围部分 当然我们可以选取 比如说你游标放这边之后 点到这里之后 那你可以把这一个 再 怎么 选 这一个 往下卷动 然后再按Shift键 再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有没有 那它会 就是选到这个范围 这个工作表里面的这个范围 D到J OK 然后再切回来Criteria 这个时候再把这个1给它 这个时候就算出几次 17次 有没有 不过 除了这个方法之外 我是建议 以后 如果你的范围 不是在那个什么 你这个范围 不是在同一个工作表里面 我建议你这个范围 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名称 那这个名称的话 以后按F3 用选取的方式 来存取某个范围 会更简单 那是什么意思 做一次给各位看 那你可以 这个第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的话 我们预先可以把这个什么 比如说我等一下 一样要选这个范围 那我可以把这个范围 从第二一直到底下 这个范围 先做一个选取 然后把这个范围 名称叫做什么 有没有 这边有个名称定义 定义成叫什么 比如说 开奖101 好了 比如说这边的话 给他一个叫开奖101 OK 意思就是说 第101年的开奖 那你想说 老师那你为什么不打一个101 就好了 对 特别是 因为名称里面 他不能用数字 开头 所以前面有讲一个开奖101 那后面的话 这个把它Ctrl C一下 因为等一下 Enter 这个范围呢 以后就叫开奖101 那这个范围 有没有 这个范围 以后的话呢 我们叫做开奖102 好了 然后把它选起来 选起来之后 游标放这边 把那个 他的名称输入 按Enter 好 这个时候呢 这个叫开奖102 那可以在哪边找到 他们的相关的讯息 你可以在公式里面 有一个叫名称管理员 那这个名称管理员 其实就是规范什么 规范就是你做完的这个名称 到底在哪里 那你要找到他 或者修改他 你可以游标放这边 他会先框起来告诉你 你这个范围对不对 如果不对的话 你可以去做修改 修改完之后 还可以打勾 还可以更新 那如果这个名称 以后用不到 你可以删除 OK 那以后呢 我们先把那个名称定义好 其实这有点像资料库的使用 可以有 就是参考到这个范围 那以后怎么存取他 其实非常简单 记得按F3 好 F3 那使用方法 其实我试一下 就是插入 这个刚刚用过康义符 对不对 然后按确定 刚刚是切到前面选举 其实如果大范围选举 我很强烈建议各位用这一招 F3 诶有沒有 F3 开奖101 就过来了 那这个好处是第一个 这个名称 你看得懂 第二个F3 那如果你有很多很多个范围 以后就一直F3 F3 F3 那些范围你都看 你都懂 不然的话有时候你跨很多工作表 一堆很长的名称 然后那个范围你又看不懂 到底是什么 其实很容易做错 反而这个方法 非常好用 那这个方法什么时候用到比较多 像那个 寻找与参照 就是说像V2函数 就强烈一定要用那个 就是名称范围 因为你参考到某一个范围 所以你按列F3 你就可以把那个范围抓过来了 尤其是要查询 尤其 这个比较像是用在资料 把ECO当资料库来使用的时候 你要查询任何资料 大部分都会先定义个名称 再用F3去存取它 后面还会再用到 那后面的动作都一样 Quartile 1 这个Quartile 1 就把它选择 按确定 但是它是17次 并不是它的什么几率 所以我们的几率应该是什么 除以多少 除以总共的嘛 总共有几个数字 所以总共有几个数字 很简单 这边Ctrl C 那我讲过了 因为我们要算里面有几个数字 其实或者是算有没有资料 其实都一样 所以你用Counts跟Counts A的结果 应该都一样 因为反正都是有资料的 OK 而且都是数字 那你可以把Counts删掉 然后呢 因为它只要一个条件 所以不需要第二个 按打勾就可以了 它的好处是 其实比较好改 有没有 几率 那几率算完之后呢 再来就是说 如果我希望做出格式 格式是衍生性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 我希望最后看到长这样子 万分之多少 万分之多少 所以万分之多少 使用的方法 其实就是在这里 制定一下 五个问号 斜线 万分 然后把那个前面的问号 把你的资料带进来 放在问号里面 再除就是在乘上一万的结果 帮你显示在这边 所以我们做法上面怎么做 按右键 儲存个格式 在儲存格式里面的数值 OK 数值里面 制定一下 那制定什么呢 因为我要五个问号 12345 空一格斜线 空一格后面加一个万 就会帮你产生万分是多少 万分是245 OK 确定 那把它点两下 你的几率就算完了 那102年怎么算 其实非常简单 把这个公式怎么样 复制一下 再取消 因为我不是要打勾 我不是要修改 我只要复制它取消 移到102年 把它贴上 修改呢 102 有没有 所以这个地方 其实把它当名称的话 有时候还蛮方便的 改一下 OK 打勾 出来 那格式呢 不用重做 怎么做呢 常用里面不是有刷子吗 这个刷子 点一下是复制一次 点两下 是连续复制 不过我们只要复制一次 点它一下 再点这个 更正一下 应该是先 游标先放在这边 然后点它一下 再刷这边一下 它就会把格式透用过来 对不对 这个复制格式还蛮好用的 很多地方只要做一次就好了 好 那 再来就是 点两下 合计很简单 等于什么 把这两个的几率 把它加起来就好了 这个加这个 那我就知道两次 两个年度的几率 那排名怎么算呢 排名用rank 那rank的话 插入函数 里面你又一样找到统计 R的地方是往下 找R开头的 OPQ R OK 那R的话 rank会有两个 请记住用rankEQ 不要用rankAVG 为什么呢 因为rankAVG很有趣 它这个rankEQ指的就是说 跟我们平常用的rank排名是一样的 那 那rankAVG 实际上 它如果两个同名的话 比如说一二三四 有四个名次好了 如果说两个 第二名的分数一样的话 rankAVG 我看一下说明还蛮有趣 它变成第二名 如果两个同分 会变成第一个第一名 第二名第三名叫做2.5名 2.5名 第四名 那这样很奇怪 什么叫2.5名 所以会不会有两个2.5名 所以如果同分的话 如果假设你用rankAVG 那rankEQ的话 它有比算要顺序 反正呢 哪个在前 所以它还是会 有 如果即便同分的话 它还是不会有 像刚刚AVG 它有点五的这种问题 那我们rankEQ 那如果2007以前的版本 它只有rank 没有这两个分别 OK 没有rankEQ 那里面的话当然 它的 合计 参考的范围 参考哪个范围 合计的范围 那我一样 大家把这个范围 选起来 Ctrl-Ship 向下 或者你往下去选取 它也可以 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甚至你可以把合计 也干脆建一个名称算 然后按确定 OK 排名出来了 但是等一下要向下填满 所以这个范围不能跑掉 所以把你这个 合计的范围 记得按F4 其实按两下 比较标准 没差 OK 就把这个范围 锁列 列把它锁住 打勾 点两下 排名就算完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101年跟102年的 几率最高的 其实 当然你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参考一下 下课的话 可以去热透 可以去切 反正没有关系 那之前我就遇过一个 一个学员 他就是 专门跑来问我 怎么算名牌的 就想说这个跟那个没有关系 只是教你怎么去算统计 所以请各位续一下 刚刚大概就是几个 第一个 名称定义一下 所以你要先到前面去定义名称 再利用F3 记得按F3 他就会跳出我们要的东西 去做统计 第二个就是那个名称定义 这个定义一下这个 格式 相关的画面 如果说你刚刚来不及记得的话 没关系 在云端上都有这些画面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